校長的作品 你們覺得怎樣 都是有壓力的 這歌是好像他這樣講 聽起來就好像很容易 但你去演繹得好 就要下很多苦工 不過我對他有信心 他唱得很好 接下來這一集 還要是譚詠良先生親自來做評判 見到他真人講解力特別大 之前就算是練棍練熟 見到校長真人來都很害怕 不過幸好當日發揮都可以 還有他唱什麼歌 當日譚詠良先生還要我現場 清唱我海選的一首歌的故事 都發揮正常 幸好 有什麼感覺到你 我也是啊 我也是覺得他的歌要唱好 有難度的 去到他這樣的感覺 就要下很多苦工 也好 我們都完成了 校長也給了很多好好的意見 我們可以怎樣改善更好 半天來到演唱 在他面前唱的壓力更大 是啊 是啊 都好像我剛才說 去到唱到他的水平 我們都沒有機會達到的了 只是做到最好 那晚他都應該覺得滿意我們的表現 但當然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 還有那晚譚詠良先生給我們的意見 他都用一個比較搞笑的方式去說 令到我們都沒有那麼大壓力 原來他的人都很nice 很好笑的 很有脈 就是 全場都給他大獨的氣氛 是 是不是親自進來 跟你們單對單 基本好像單對單那樣說 會有人糾解一些意見 有 你說單獨進來講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唱之前那首歌 主持人遠遠都會問他 問校長關於這首歌 校長本身他有什麼意見 他錄這首歌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當時發生過什麼事 沒有人比校長更加清楚 校長的歌 由他自己說 當時發生什麼事是最適合的